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。 喜欢记得,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241篇,因为是在这里举行小范围的宴会,实际上也算是家宴,出席的只有来的这几个人,外加上梁文祥妇女。 丁长生和梁可义最年轻,自然是这场宴会的服务人员,为了谈话的私密性,甚至连服务员都只是站在了门外,端茶到水的活都是丁长生和梁可义在干。 你们俩辛苦些,今天是我生日,也不过是借着这个由头和大家见个面,聊聊。 除了可义和我,在座的都是湖州现在的干部和老干部,先说个不好的消息。 第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出来了,湖州是倒数第一,各位老同志,新同志,你们是怎么想的? 梁文祥没多说话,来了之后和几位寒暄了一下之后,就开始入席了。 梁文祥说这话,丁长生和薛桂昌都倍感压力,但是石爱国和楚贺轩就很轻松地躲。 虽然楚贺轩也是湖州的现任干部,但是经济的发展和他关系不大, 所以他很看得开。 丁长生过去给梁文祥先倒酒,但是梁文祥捂住了杯子,说道,中午不喝酒,下午还要见外宾,喝酒不好,你们随意。 梁文祥说不喝,那其他人也没有喝酒的了,于是一场宴会就在这么寡淡的气氛中开始了。 石部长,你是湖州的老市长,老书记,你不能退了,就不管事了,现在你女婿可还是副市长呢,你得给湖州支个招,关心一下湖州的经济发展啊。 梁文祥看看石爱国,说道,爱,管,肯定是要管的,我也就能教训一下长生,湖州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,不是哪一届政府的事,而是长期以来湖州的干部思想问题。 这一点,薛书记现在应该感受到了。 石爱国说道,梁文祥看了一眼薛贵昌,薛贵昌赶紧说道,石部长,你还是叫我小薛吧,你老得给我们支个招,看看下一步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努力,还有老楚,你也不能不管事,我们得团结起来。 我肯定会积极配合薛书记的工作,这一点没得说。 楚贺轩说道,光是团结还不够,要把精力都用到发展经济上,上到一个国家,下到一个省,一个市,现在都是经济优先,没有经济发展,都里没钱,谁看得起你,对吧? 这一次我把大家叫到一起,没别的意思,就是给湖州的经济发展浩浩卖,湖州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 梁文祥说道,丁长生梅之声,坐回了自己的位置,看着这些人谈笑风生的样子,忽然感觉到很悲哀。 一个是一个省的经济发展,就可能在这饭桌上决定了。 没有实地考察,没有实地调查,没有做好万一不成功的准备是什么,一切都没有。 上面领导是雷霆之怒,下面是巧舌敷衍,但是真的到了落实的时候,究竟能落实多少事,谁能保证。 一顿饭,丁长生几乎是没说话,他知道,自己此时说的再多,都没用,再说了,在这些人面前,自己还是闭嘴为好,否则,又会被石爱国说成是不够成熟,憋得住尿,憋不住话。 但是,既然这些胡州的干部被叫来了,就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放走。 除了石爱国吃完了饭就走了之外,胡州来的这几个干部都被留下了,他们被告知梁书记要见见他们。 当然了,这个见见,不是一起见的,那能弹出个屁来。 首先被召见的就是楚贺轩,楚贺轩身体不是很好,进了梁文祥中午休息的套奸时,梁文祥早已摆好了过去。 他在这几个功夫茶具,站起来和楚贺轩握握手,说道,贺轩,听说你还在住院,我把你从医院里拽来,实在是不好意思,你没事吧? 没大事,都是一些慢性病,梁书记这么忙,有事就直接告诉我吧,我也有些话要和梁书记说呢。 楚贺轩说道,哦,那,这样,你先说,还是我先说?梁文祥问道。 梁书记,您先说吧,我听着。 楚贺轩笑笑道,那好,我就说了,是这样,年前呢,就要举行两会了,为年后全国两会做准备。 现在市里省里都很忙,就一个意思,我想让你到省里来工作,全省范围内,也就胡周一个地势例外,书记不兼人大主任,反正你身体不好,可以到省里来治疗,也可以留在市里治疗,这都看你怎么方便,你看怎么样。 梁文祥和下面的人说话,一向都是很直接的,没必要拐弯子,因为他发现,有时候和夏淑打交道,你越是说得模糊了,他们越是办事容易出问题,因为他们会想得很多。 听到这个消息,楚贺轩还是很吃惊,虽然在路上来的时候,心里有所准备了,但是这么直接地被提出来,他还是有些不习惯。 想不通吗?想不通可以回去再想想,这件事不急,想好了来找我。 不是,梁书记,我想说的是,我刚刚说有问题,想要向您汇报,说的也是这件事,我长期住院,市人大的工作,基本就没抓过,所以,赖在这个位置上也不合适,所以,我就想着,退出来这个岗位,给其他同志疼地方。 楚贺轩说道,都是同志,也都是为了干好工作,没有疼地方这一说。 梁文祥笑着摇摇头,说道,是是,是我用词不当,那个,我可以随时离开,这个没问题的。 那就到两会吧,你能有这个态度,我就可以安排下面的事了。 这样吧,你现在是人大,到省里还是来人大吧。 另外,你的病抓紧治疗,如果你能把病治好了,还可以在省人大做点实际的工作, 否则的话,就只能是来省人大养老了。 梁文祥说道,是是,我明白,我回去就到省城来治疗,争取早点治疗好。 楚贺轩说道,一杯茶的功夫,楚贺轩就丢了人大主任的职务,出来的时候,虽然脸色如常,但是他的内心里是崩溃的, 可是即便是在崩溃,又如何呢?就在楚贺轩和薛贵昌等着被接见时, 丁长生却和梁可义在一间茶室里喝茶,讨论的自然也是人事问题。 杨军见落马,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,现在怎么样了? 丁长生问梁可义道, 你问我啊,我是组织部,不是纪委,再说了,你纪委不是有关系吗?打听一下不就完了? 梁可义白了他一眼,说道,我去找人打听这事,别人还不得以为我和杨军见有什么关系吗? 再说了,我找人去打听,我不得欠人家人情啊,从你这里打听,不用欠人情。 丁长生说道,嘿,你说什么呢?好像和我很熟似的,对了,你就这么真的空手来了,没给我爸带点礼物啥的,其他人他不能收,你的他可以收。 梁可义说道,什么意思?我例外啊,为啥?为啥?你不明白,他们那些人没钱,都是吃死工资的人,梁可义还没说完。 丁长生正好是喝了口茶,听了这话,一口茶活生生地喷在了地上。 哎,你笑啥?梁可义称道。 丁长生摇摇头,伸手扯了一张纸擦擦嘴,说道,没啥,我只是觉得你说这话很搞笑,他们是吃死工资的人,你自己信吗? 好好,不说这话了,反正你是有钱的,你就是给我爸送在柜的东西。 他都知道你不是贪污来的,这就没问题了。 梁可义说道,好吧,我还真带了点东西来,我还在想要不要给他,就怕被骂你知道吧。 丁长生说完,拿起自己的包,从包里掏出来一个小盒子,递给了梁可义。 这是什么东西? 梁可义从小盒子的黄筹子里拿出来一块温润的黄色的小石头,问道, 这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去了一趟巴林,买的一块小石头,想刻一枚印章的。 上次去你家,发现你爸很喜欢藏树,我觉得你可以用这块石头给他刻一个藏树章。 来这里复验的是,说得太仓促了,我也没能找到一个大师为他刻章。 再说了,刻什么字,还是他自己做主为好。 丁长生说道,这玩意很贵吧? 梁可义问道,还行,不是多贵,再说了,你刚刚不是都说了吗? 我送的东西,再贵,你爸也敢收。 丁长生笑笑,说道,那好吧,你带会给他吧,看看他会不会要,会不会骂你。 梁可义说道,嗯,我还是有些打鼓,要不然你带回去送他。 丁长生问道,梁可义摇摇头,说道,算了吧,我们家除了他自己,谁都不能代替他收别人的东西。 嗯,那好吧,还有件事你帮我分析分析,看看有没有可能性。 丁长生说道,梁可义看着丁长生,就知道他这家伙没这么好心,有所付出,必然是有所图,所以现在看着丁长生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 你看你,你这么看着我,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 丁长生说道,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梁可义说道,我刚刚不是问你杨军健的事吗?我猜这老小子是回不去了。 所以,湖州市纪委书记这个位置,你们不理是怎么想的? 丁长生问道,哦,这件事啊,你别打听了。 你们没戏,我们不理的意见是,不在湖州产生。 因为我们没时间对剩下的那些副书记做甄别活动,不甄别呢?提上来,又是个受贿的家伙,怎么办? 据我所知,这次杨军健翻车,是因为那个被你掀翻的湖州市纪委副书记金力军举报的,他们之间有关系。 所以,要是那些副书记也有关系呢?那不成了纪委拿下一个受贿的,我们又给提上来一个受贿的吗? 梁可义说道,哦,这样啊,不过你放心,我说的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。 谁啊,让你能亲自担保? 梁可义怀疑地问道,湖州市政法委副书记蓝小山,原来是市局局长,我知道这个人,很厉害的。 而且对付犯罪分子,那是毫不手软,对付贪官污吏,那也会很厉害。 女人干纪委书记应该是更合适,他们心系。 丁长生说道,你纪委书记,这倒是不多见,不过你说的这个,我说了不算,纪委书记,这么大的事,再说了。 按照组织流程,他一个政法委副书记不可能一步到位担任纪委书记的,差着级别呢? 步子太大了不好。 梁可义说道,这我知道,要不然就先去当副书记,然后再转正就是了。 丁长生说道,那你来当组织部长吧,你说了算吗? 梁可义白了他一眼,说道。 忽然,梁可义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,问道,这个蓝小山和你是什么关系? 你看,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,好吧,我和这个蓝小山还真是有些关系。 不过要是详细说,还真得一会,你有时间听吗? 我有的是时间,你能编出来吗? 梁可义翻了翻白眼,问道,这不是编的,这都是真的。 说完,丁长生把自己和蓝小山的恩恩怨怨都说了一遍, 但是唯独没把自己和蓝小山上过床的事告诉梁可义,要是连这事都说了,那丁长生的脑子是真的进水了呢? 这么说起来,这个蓝小山还真是一个可怜的人,但是这种事,我说了不算。 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,不过湖州市组织部,还有薛桂昌那里你得做工作,否则的话,也不太好看吧。 梁可义说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这是,我是不能出面做工作的,组织部门,你负责,至于薛桂昌那里,我找人出面和他谈谈,其他的吗? 我都不适合出面说这事,我怕薛桂昌起疑心。 他起什么疑心啊,你和他不对付吗? 梁可义问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人家现在是大领导了,这领导吧。 只要是大了,就得防着树大招风,就得防着这里那里的鸣枪案件,你说对吧? 所以,我也是怕他多想。 毕竟,一个地市的纪委书记对市委书记还是很重要的,毕竟纪委是刮骨的刀,哪里有腐败? 就得刮哪里?书记要是不掌握这把刀,那不是太危险了吗? 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吗? 梁可义说道,我说得是不是严重,你该比我知道吧? 所以,蓝小山这是我不能提,你要是有办法,你就帮他一把。 丁长生说道,梁可义愣了一下,问道,我可以这么理解吗? 我帮他就是在帮你,是不是这个道理? 丁长生没想到梁可义这么直接,连点头,说道,可以这么说,帮他就是在帮我,确实是这样。 他要是当了市纪委书记,对我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。 好吧,这事,我会好好想想该怎么操作,虽然有些难度,但是也不是没有机会。 我得找个机会把这事和我爸说一下,不然的话,这事就真的是太突兀了。 梁可义说道,好,没问题啊,你随意,操作成了当然好了,但是操作不成也没关系,我也不是那种势力的人,你帮我我知道,这份人情我算是欠下了,你什么时候需要我还这个人情,尽管说。 丁长生笑笑说道,你还知道欠我人情啊。 哎,说道欠人情,既然是欠了这么多了,也不在乎再加上一个,那个有件事还真是需要你帮忙呢。 丁长生说道,又怎么了? 谁啊,什么事,说。 梁可义都给气笑了。 嗯,是什么事呢? 刚刚那个楚贺轩主任,他的小姨子,现在在省发改委工作,现在想去湖州市府办,这是本来是他们能办的了,只要是市府办能同意接收就可以了。 薛桂昌已经表态了,可以去当市府办副主任,这是你帮着催催就行。 这个手续是不是要经过你们省委组织部? 丁长生问道,这我不知道,我明天帮你问问吧。 梁可义说道,就在丁长生和梁可义在茶室里谈笑风声时,薛桂昌的日子可不好过。 不但没有得到楚贺轩那样坐下的待遇,他站着,梁文祥坐着喝茶,一进门就把他给骂了一顿。 湖州的这个忌妒的数据,你有什么想法吗? 此时,梁文祥坐在了一张太师椅上,面前站着的就是薛桂昌。 梁书记,这两年湖州的经济数据一直都在下滑,这是有原因的。 什么原因?你是说是因为抵昆城吗? 薛桂昌,你少来这一套,现在什么事都可以推给抵昆城。 那我问你,抵昆城在干市委书记时,你在干什么? 你是市长,你这个市长是干什么吃的? 是发展经济的,你发展什么经济了? 你倒是给我数数,在你的市长任期内,引进来多少项目,多少资金,多少企业,你心里有数吗? 梁文祥问道。 梁文祥这话算是揭开了薛桂昌的最后一块遮羞布,的确,抵昆城就算是在座。 但是你薛桂昌是市长啊,市长管干啥的,是主管经济的,可是在你的任期内,经济数据一直都在下滑,现在一直滑到了倒数第一了。 今天这里没外人,你给我个准话,现在到下一个统计时间没多长时间了,这个数据你能给我提到第几名,或者是倒数第几名去,你心里有谱吗? 梁文祥问道。 梁书记,这个,怎么说呢?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,关键是,现在市里财政根本不许我们干一点事,现在欠着公务员的工资还没发呢,我们现在举债都没人借给我们。 薛桂昌说道,梁文祥好像早就知道这个结果,所以脸色很不好看,但是也没再发火,因为薛桂昌说的是事实,而且是短期内如果没有外力大力输血的话是不可能完成的事。 所以,梁文祥就算是想发火,可是这火从哪里发呢? 你的意思是,没办法了呗。 梁文祥问道,虽然暂时我还没想到什么办法,但是不可能是没办法的事,我还得继续想办法,这个请领导放心,我们肯定不会这么懈怠下去。 薛桂昌说道。 梁文祥摇摇头,说道,你说的这些我不想听,你们怎么干,我不管,我要的是最后的结果。 薛桂昌,你是省委办出去的人,或多或少,大家都会认为你是我的人,但是你这个熊包样,你觉得你好意思吗? 我梁文祥的人就是这个怂样,你要是再这么下去,你就回来吧,既然是干不了这个事,我自然是找能干事的人去接你的位置,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 是是,我知道,我明白,我一定会尽全力把经济搞上去,但是,别和我提但是,我不想听但是,我只想听前面的,还是那句话,能干的人多的是,你既然不能干,那你就下来看着别人是怎么干的。 梁文祥说道,梁文祥这话说的,那是很重的了,所以,当薛桂昌出来时,他的脊背都湿透了,衬衫湿透了之后,连毛衣都跟着湿了,重压之下,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了,在走廊里愣了好大一会才想起来自己该去干什么。 丁长生手里,拿着那个小盒子,进门之前都在兜里揣着,进了门,看到梁文祥非常疲惫地坐在椅子上,见了丁长生进来,摆摆手,示意他走过去。 梁书记,要不然您先休息一下,我看您脸色不太好。 丁长生说道,我不累,只是被你们给气的,梁文祥还没说完,丁长生居然敢打断他的话茬。 梁书记,我们胡周的,是不值得你生气,我们会搞好的,我今天来,也没敢给您带什么东西。 怕您骂我,这是我去年去自驾游时,逃换的一点小东西,送您刻一个藏书章吧。 说完,丁长生把手里的小盒子递给了梁文祥。 梁文祥狐疑地接过去打开一看,慢慢拿出来里面的那块黄色的小石头。 这是哪来的? 昌华 昌华福黄石,一寸福黄三寸金,你给我这么好的东西,你这是想贿赂我吗? 梁文祥问道,丁长生把东西接过去,放到了盒子里,说道,我哪敢啊,只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再说了,我就算是贿赂您,您还能少骂我了。 你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好,你说说吧,胡州的经济怎么办,何远之没来,你替他说。 梁文祥问道,我又不是市长,我哪有那个本事。 丁长生说道,胡说,你不是市长你是啥,副市长不是市长啊,你别给我玩文字游戏,我告诉你。 胡州的经济现在成了这个样子,倒数第一,你们不嫌难看啊。 梁文祥有些愤怒了,丁长生一看这架势,赶紧老实了。 梁书记,你别生气,我们这不是一直都在想办法吗? 但是,这要钱没钱,要政策没政策的,我们也是难办,薛书记愁的头发都白了。 丁长生说说道,别和我胡扯,他以前也是白的。 我问你,这个倒数第一的帽子你们打算戴到什么时候? 如果第四季度还是没起色,那么综合全年的,你们不是倒数第一也差不多了。 梁文祥说道,我知道,但是这件事吧, 我和薛书记也讨论过,胡州的经济到了这个地步,要是不下猛药是不行了,要是下了猛药,还有活过来的可能,要是不下猛药呢,可能死得更快了。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一听来精神了,问道,你说说,什么猛药? 丁长生拿出了手机,说道,我这里是一张胡州市区的图纸,我一直都存在手机里,没事就拿出来琢磨琢磨, 是这样,梁书记你能看得清楚吗? 丁长生看着梁文祥一直都在皱眉挤眼睛的,老花竟没带来,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。 你和我说说吧,梁文祥说道,是这样,梁书记于是丁长生一五一时地把自己的打算都说了一遍。 这就是自己做的那个方案的翻版,几乎是一样的,只是简便了很多,把这个方案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明白,最大的问题还是没钱,最大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,对吧? 梁文祥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实质,是,但是不是根本,根本是干部的思想,他们不敢干,老想着就这么拖下去,拖到了自己调离或者是升迁,就这么把时间都耗没了,一个个的机会都是这么溜走的。 所以,我想,如果还是不下决心的话,湖州的发展就真的是掉到深坑里,再也上不来了。 丁长生说道,你的意思呢,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?梁文祥问道,有,一个是贷款,一个是到住建部争取低息贷款,也算是一个扶持棚户区改造的一种变相补贴。 丁长生说道,既然是这样,那为什么不赶紧实施呢? 梁文祥问道,丁长生指了指自己的脑子,说道,这里思想不统一,常委会上把这个方案给否了,我也没办法,问题确实是存在,但是干事的人不想干,那怎么办,干部思想惰性很强,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扭转过来的。 无能,薛贵昌怎么搞的,一个常委会都开不好?梁文祥问道,薛书记也很为难,现在的情况比底昆成在的时候还复杂,薛书记又是刚刚主政湖州,所以,很多事还需要磨合,也希望省委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,让我们先把湖州内部捋顺了, 再谈发展也不迟,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。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内心里很不高兴,但是听到丁长生这么说,还是很惊讶的。 这小子的见识比薛贵昌还要高一个层次,所以对他的认知又多了几分。 我记得,你去湖州当副市长之前,我和你谈过,你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,还有一项工作,那就是你和何远志和薛贵昌的关系,让他们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。 合作才是湖州发展的唯一途径,否则,湖州的发展无从谈起,有的人垒墙,有的人挖墙脚,这能干成事吗? 梁文祥有些激动地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他们现在合作得也还好,没什么问题。 没问题吗?没问题的话,这个方案为什么没通过,如果他们的意见一致,我不信其他人会说什么。 梁文祥说道,这个丁长生不知道,不想掺和,所以也不想和梁文祥在这里探讨何远志和薛贵昌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所以,沉默是最好的回答。 但是梁文祥是何等人物,一看丁长生这架势,就问道,你是怎么想的? 我?我没想什么呀?丁长生回答道,梁文祥冷笑了一下,说道,你别和我打马虎言。 我告诉你,你心里是怎么想的,我很清楚,你不要听那个老狐狸老丈人的,他那一套你要是学会了,你的仕途也就到头了,太精明不好。 哎哟,梁书记,你想哪去了?我多大的人了,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受人影响的? 丁长生说道,是吗?丁长生,我告诉你,做人,贵在真诚,你现在就做得很好,但是如果做什么事情都讲究权谋之术,你想想你还能干啥? 事事都用权术吗? 梁文祥历声问道,丁长生被梁文祥的怒气吓了一大跳,到这个时候,他才知道,自己那点小聪明,在这些大人物的眼里,简直就是太小儿科。 所以,这个时候,还是不要说话的好,免得招来更大的怒气。 这个时候,梁可义端着一杯茶进来了,看到这情景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爸,干啥呢?今天是你的生日,你生这么大气干啥,值得吗? 梁可义劝慰道,梁文祥看了他一眼,说道,你先出去,我和他说点事。 梁可义一看梁文祥的脸色,没敢再坚持,关门出去了。 梁文祥看了看丁长生,继续说道,你这次回来,我很看好你,但是你现在的表现,我很失望。 畏手畏脚,你怕什么呢?做事这么伸不开手脚,你还回来干啥? 丁长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,所以只能是选择不回答,静静地听着他继续训自己。 心想,你还能一直训下去,总有累的时候吧。 我是很想,趁着我在中南省的这几年,把你好好培养起来,等到将来,无论你是去哪里,都能独挡一面,但是现在来看,你过多地把心思都放在了全树上,我很失望。 梁文祥说道,是,梁书记,你批评得对,我是考虑自己多一些,我以后一定是多以工作为重,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 丁长生立刻诚恳地承认错误道,不管梁文祥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,自己这个态度是必须要有的,否则,领导都点到这个份上了,你还没有个自己的态度,那就等着被撸吧。 所以,不论你以后是不是那样做,但是该有的态度还是要有的。 年纪轻轻,多干点时事,今天你老丈人走得早,但是我哪天遇到他,还得和他说说,不要把你教坏了。 梁文祥的脸上有些笑模样了,丁长生才明白什么叫领导,这简直就是要把人搞成心脏病的节奏啊。 丁长生没接这个话茬,只是笑了笑,这个话茬没法接。 对于湖州现在的局势,你有什么要说的吗? 我想听真话。 梁文祥说道,嗯,我想知道杨军健出事,纪委书记有可能在湖州本地产生吗? 丁长生本来是不想问这件事的,但是看到梁文祥的脸色还行,而且这是比较急。 要是等到梁可义找个机会问梁文祥,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呢? 最重要的是,丁长生有些信不过梁可义,别的是可以,但是这件事,当丁长生说的时候, 梁可义当时就问丁长生和蓝小山是什么关系,所以,虽然他表面上答应了自己,但是背地里做不做那就不知道了。 所以,丁长生决定冒着被刺的风险,还是要在梁文祥面前为蓝小山说句话。 怎么,谁委托你跑官了? 梁文祥没生气,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丁长生看到他的茶杯里,茶不多了,骂了自己这么久,应该是口干舌燥吧,所以,赶紧端起茶壶,把茶水蓄上了。 没人委托我跑官,我也不敢,我就是问问。 问问,你心里有没有鬼,我还看不出来吗?说实话吧。 梁文祥说道,是这样,我说这事的时候呢,当事人并不知道,所以,我也就是替他说句话。 这位同志是湖州市政法委副书记蓝小山同志,以前和我搭档过,在市局。 他以前是市局副局长,政委,后来当了局长,湖州的治安搞得很好。 梁书记,你要知道,一个女同志当市局局长,有多难,别说是搞好治安了,就是把局里的刺头都搞定就不错了。 但是湖州的治安是那几年最好的,现在不行了,这个陈汉秋胡搞乱搞,好几个案子都破不了,老百姓意见很大。 还有就是,蓝小山的丈夫以前也是警察,在和毒贩做斗争时牺牲了。蓝小山一直都独身一人,没有在嫁,我觉得,这样有情有义,而且还刚正不阿的人,可以胜任湖州市纪委书记。 丁长生说道,但是没说他当纪委书记跨步太大的问题,那不是自己要考虑的问题,那是领导怎么安排的问题。 这个意见你和薛桂昌说过吗? 梁文祥问道,没有,我谁都没说过,我这也是一时想起来的,你要是不问我,我也不会说这事了。 丁长生说道,嗯,女纪委书记,在中南省还没有,湖州现在的乱局也该结束了,这是我会考虑的,我也会和网友梁书记沟通一下,到时候再说,这事不是小事,我不能搞一言堂。 梁文祥说道,我知道,我也就是建议一下,话赶话说到这里了。 丁长生说道,嗯,你知道就好,丁长生,你把你的精力多放在发展经济上,我这里不妨告诉你,我给你们的时间不多,你们的经济要是一直这么不温不活,死气白赖的,我是会考虑换人的。 梁文祥说道,是,我一定回去好好工作,对了,我们建设全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,有眉目了,而且我把目前最火的新技术,从白山挖到了湖州。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一愣,问道,什么新技术?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笑笑,站起来走到了窗户边,站在那里好久没说话,丁长生就只能是这么陪着。 一直差不多过了五分钟,梁文祥才转身看着丁长生,那个什么新技术,在你看来,可靠吗? 梁文祥问道,我看还可以,国际上都在研制这种技术,但是他们走在了前面,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。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点点头,说道,既然是这样,那你就要做好准备,尽一切努力,调动你所有的人脉资源。 各种资源,保护好这家公司,我前段时间去北京开会时,听到过一些事关这个公司的消息,不好的消息,既然你要把这个公司迁到湖州去,就要为这个公司负责。 我也听说了,不过我不担心,我不怕他们玩羊的,我只要是在湖州,玩羊的,我陪他们玩。 玩阴的吗?我相信他们还玩不过我,这个公司以后就是湖州市政府罩着的。 谁伸手就剁谁的手,不客气地说,这可能是湖州经济发展的拐点,一家公司可以带动一个产业,这不是没可能。 所以,谁要是和这家公司过不去,那就是和湖州市委市政府过不去,我都不放过他们。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点点头,说道,既然你知道这事,还要这么做,我相信你能做好,记住,挺得住就挺,挺不住了来找我,这是法,不然的话,分分钟被碾压,不发展就是倒退,因为别人都在进步,我们不进步,就是倒退了。 丁长生说道,嗯,你有这个思想很好,所以,我还是那句话,丁长生说道,嗯,也发给网友梁书记一份,让他也看看。 梁文祥说道,是,我明白了。梁文祥说到这里,像后一样,然后闭着眼说道,你出去吧,我们的谈话谁都不要说,记住了。 嗯,记住了,那梁书记,你歇会吧,我先出去了。 丁长生说道,梁文祥只是点点头,没说话。 丁长生走出去后,看到梁可义站在走廊尽头正在向外看着什么,听到开门的声音,转过身来看到了丁长生出来,于是急忙走了过来。 丁长生把食指竖在嘴唇上,示意他不要说话,两人下了楼,到了院子里。 丁长生才常常出了一口气,癌训了吧?梁可义问道,哎,这不是正常吗?现在胡州的经济倒数第一,薛桂昌是你爸非常看重的人,结果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,你爸脸上无光啊,还不得发火,不过发火没事,就怕他不发火,那我们就都快完蛋了。 丁长生摇摇摇头,说道,好吧,你想得开就行,我怕你想不开呢,刚刚我爸那脸色是吓人,他现在怎么样? 对了,我看他现在很累,你上去看看他吧,他们呢,都走了吗? 丁长生问道,嗯,薛桂昌和楚贺轩都走了,他们一起走的,你等我一下,我去看看他,待会你把我烧回去。 梁可义说道,好,我车里等你。 丁长生说道,几分钟后,梁可义回来了,上了车,丁长生问道,你爸没事吧? 没事,挺好的,就是有点累了,秘书在呢。 哎,刚刚把我吓死了,那发起火来,好像我真的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。 丁长生说道,那你到底干没干? 梁可义问道,你看你,我是那样的人吗?我能干见不得人的事吗? 丁长生笑笑说道,是吗?那为什么不等我和我爸说蓝小山的事,你就这么急着说了呢? 是信不过我吗?还是怎么着?什么理由?编一个,我听听。 梁可义说道,什么?你爸问你了?丁长生一愣,问道,对啊,我正想说说这事呢。 我爸问我,我们组织部对蓝小山这个人熟悉不熟悉,你还说你没问吗? 梁可义问道,好吧,你爸爸刚刚问我,胡州的纪委书记,我觉得谁担任何事? 我一想,这不是我托你的事吗?所以就随口简单说了一下蓝小山的情况,其他的真没什么,就是话赶话说到那里了。 你想,他这么问我,我要是不说出个一二三四来,我怎么交代?对吧,那不是显得我太无能了吗? 丁长生说道,真的是这样吗? 梁可义问道,真的是这样,你不信,你晚上回去再问问你爸,真的是他这么问的,我才这么说的。 丁长生再次为自己辩白道,梁可义的脸色这时才慢慢好了,丁长生松了一口气, 心想,这爷俩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都不好对付啊。 我告诉你,你别想着骗我,否则的话,有你好看的,前面把我放下吧,你是现在回胡州呢,还是回去看看老婆孩子? 梁可义问道,明天回去,今天不走了。 真的,那好,晚上出来一起吃个饭吧,我叫上梁冰。 梁可义说道,别了吧。 什么别了吧,出不来吗? 梁可义问道,不是,我是说,我请你吃饭,别叫梁冰了吧,咱俩还能说点别的,你叫他,多个人在中间。 是吧? 丁长生吞吞吐吐的样子很欠。 梁可义白了他一眼,没说话,静止下了车。 丁长生看看他的背影,找了个地方停车,决定去纪委一趟,和网友梁见个面。 喂,你在哪呢? 丁长生停好了车,在车上给蓝小山打了个电话。 我在办公室呢? 丁市长有什么吩咐? 你有现成的简历材料吗? 发我一份,我有用。 丁长生说道,蓝小山没问为什么,立刻说道,我五分钟后发你邮箱里,你在省城吗? 对,我现在在纪委呢,待会见了网友梁书记,说说你的情况。 我刚刚已经和梁文祥书记说过你的情况了,不知道会不会有戏,反正我们尽力了,有戏没戏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,好吧。 我知道,谢谢你,为我的失去舍脸,实在是不好意思了。 蓝小山说道,说到最后几个字时,声音有些嘶哑。 这有什么,有机会就上,没机会你再想也是白大,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,一旦这是传出去,就很麻烦。 我知道,我的嘴你还不知道吗? 蓝小山称怪道,嗯,你的嘴言不言我不知道,但是很灵活倒是真的,我都很难在你嘴里称五分钟。 丁长生说道,哎呀,丁长生,你烦不烦啊,我挂了。 好,再见吧,你的嘴的事,回去再好好体会一下。 丁长生笑道,然后挂了电话。 丁长生和办公室打了招呼之后,直奔王有良的办公室,王有良正在打电话,丁长生进来了,也没避讳他,只是指了指椅子,示意他坐下,指了指话筒,让丁长生等他一下。 几分钟后,王有良打完了电话,看向丁长生,笑笑,问道,你来找我有事?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我刚刚从梁文祥书记那里来,被训了一顿,送人过来,就到你这里来看看,这屋子还是那样? 对了,江天和那时怎么办?他的态度倒是很好,但是这时总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过去吧,其他人会不会有意见? 网友良说道,你是说陈东吗?丁长生问道,对啊,他和江天和关系密切,很多是江天和是知道的,而且还参与了,要是对江天和没有任何的惩戒,我怕陈东将来会生幺蛾子。 网友良说道,嗯,这倒是个问题,那对江天和的处理会是什么样的?严重吗? 丁长生问道,双开是少不了的,没办法,这已经是底线了,闹到这个程度,还能在单位上班,我估计他自己也不愿意,这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要不然的话,很可能会更加严重,刑事处罚是跑不了的。 网友良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好吧,这也是我意料中的事情,不可能就这么躲过去,还好吧,嗯,还有件事,就是杨军剑,我知道不该打听这事,但我也是纪委出去的,很好奇,它是哪方面的问题? 网友良看了一眼丁长生,也知道丁长生这么问,肯定是有他的目的,但是,无论是什么目的,自己从李铁钢那里得到的消息,是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。 再说了,中间还有宇文家的关系,自己和丁长生的关系应该是更进一步的,所以也没想瞒他。 去年的时候,湖州北山铜矿坍塌,你知道这是吗?网友良问道,这个我倒是不知道,没听说这事啊。 丁长生说道,你不知道就对了,这个坍塌的铜矿,死了三十五个人,但是湖州市政府一直都瞒报, 到现在先出来这个案子,我估计你们湖州还会有人要倒霉,我正在往下挖这件事,纪律你知道,不要外传,金力军和杨军舰都在这上面陷进去了,他们不但是帮着瞒报,还收了钱,杨军舰收了三百万,金力军更多,四百五十万,瞒报的铜矿不但没事,还给了他们暗骨,让他们每年都在这里面拿钱,现在老板闻风而逃了。 暂时找不到人,但是他们俩都对这事供认不讳。网友良说道,还有这种事,我还真是不知道。 丁长生说道,所以,你不知道的是多着呢? 我现在有件事比较为难,就是薛桂昌,薛桂昌那时候是市长,也知道这事,你说我该怎么向梁书记汇报,虽然从他们的供述来看,薛桂昌没拿钱,但是也没汇报啊,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情。 再说了,薛桂昌是什么人,和梁书记是什么关系?梁书记要是知道了这事,薛桂昌也知道没汇报,会怎么想? 网友良问道,丁长生闻言,笑笑。你笑什么?网友良问道,没什么,我的意思是,你不用汇报了。 丁长生说道,你什么意思,让我把这事就这么压下来? 不是,王书记,我看啊,你这几天是太忙了,忙糊涂了,别的不好说,就说杨军剑这件事吧,你那天去抓杨军剑,梁文祥书记肯定知道吧? 丁长生问道,嗯,那当然了,你想说什么?那杨军剑现在交代的这些,梁书记知道了吗? 当然了,杨军剑知道的事,薛桂昌会不知道吗?死了那么多人,这是市里能包住火吗? 肯定不能,那么至少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知道这件事,否则,怎么可能,他们又不是克格勃,瞒不住的。 所以,薛桂昌一定知道这件事,薛桂昌知道,没有汇报。 梁书记会怎么想?丁长生问道, 网友梁愣了一下,说道,你的意思是,梁书记现在知道这事了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我觉得,别说你们这些大领导了,就是一般人也都应该能猜到。 薛桂昌在市里当的是市长,不是科员,你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,不能只会报给市委书记底昆成,市长不知道,怎么可能呢? 此时网友梁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,还在想怎么把薛桂昌的事汇报给梁文祥。 要是按照丁长生说的这样,那还用汇报吗? 梁文祥肯定早已是心智肚明了,还用得着自己去多那个嘴,倒是自己如果失去汇报了,那梁文祥该怎么处理? 这不是给梁文祥出难题吗?梁九,网友梁笑笑,说道,按说这年纪大了,这方面的事比你们年轻人要想得多才对,但是现在看来,年纪越大,脑子却不好使了,就像是你说的,这是梁书记肯定是知道的,就是不知道薛桂昌汇报没汇报。 我们再往深了想,要是薛桂昌没汇报,这是现在梁书记也猜到了,要是汇报了呢?这点倒是丁长生没想到的。 是啊,要是当时梁文祥早就知道了,薛桂昌也早就知道了呢,这该怎么说? 凡事就怕较真,丁长生和王有梁在办公室里分析来分析去,越是分析,越是觉得这是怪异得很,怪异得不能再怪异了。 这让他们俩到到了最后都不敢再想下去了,这后面还有多少事是他们想不到的,谁知道呢? 杨军剑怎么说的?丁长生问道,这家伙很实在,该说的都说了,但是也很仗义,自己的事一点都没瞒着,但是别人的事一点都没说,这也是我最头疼的,金力军那里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王有梁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我觉得吧,这湖州,还有东西可挖,只是现在缺少一个可以甘心当锄头的人,要是没有这么一个人,这湖州的事还跑不出来。 到时候还是完蛋,这样的人还有多少,没人知道。 所以,我就指望你了,你在湖州,这方面的事你要多留意。 丁长生笑笑,摇了摇头,说道,在其位,谋其正,这才是正理,我不在其位,乱谋其正,那是脚屎棍。 你这话说的,我听的是话里有话。 王有梁瞥了他一眼,问道,丁长生看看自己的手机,然后从手机上点来点去。 片刻之后,说道,王书记,咱们明人不说暗话,我把一个人的资料发你邮箱了,是湖州市政法委副书记蓝小山的履历,你可以看看,我估计梁书记会找你谈话。 我上午见梁书记时,说这位女同志能够胜任湖州市纪委书记的职务,我觉得,他就是你要找的那把锄头。 梁书记怎么说?网友梁一边说着,一边打开了自己的电脑,找出了丁长生刚刚发过来的文件,问道,梁书记什么都没说,只是说让我把蓝小山的履历也给你一份看看,这个女人的命很苦,但是工作很认真,可以说是刚正不额,要不是陈汉秋来了湖州,他还是湖州市局的局长。 这几年湖州的治安状况是有目共睹的,所以能力是没问题。 丁长生说道,网友两点开扫了几眼,看向丁长生问道,和你没什么关系吧? 王书记,你看你说的,我推荐的人就一定是要和我有关系吗? 好吧,是有关系。 我们在市局时是搭档,那时候我是局长,他是政委,这么多年过去了,就是因为不会巴结和跑动,到了现在了,才是被人挤去了政法委副书记,说起来够惨的吧。 我这好多年没和他联系了,回来之后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。 我只是觉得,他这个人,你们不用是你们的损失,我说的是真的。 丁长生说道,网友梁答应会考虑的,丁长生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,已经是极限了,该走的关系都走了,该败不该败的神仙也败了。 所以,到现在为止,他已经尽力了。 至于成不成,那就不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了。 你这是要回湖州呢?还是在省城待一晚? 王有梁站起来,送丁长生到了门口,问道。 我待一晚再走,家里有些事也需要处理一下,好久没回来了。 丁长生说道。 嗯,严培公回来了,没和你联系吗? 王有梁问道。 他回来干嘛? 有事啊。 丁长生一愣,严培公回来,确实是没和自己联系,所以他还不知道呢。 昨天从中北省回来,他去了中北省多久,我也不知道,你不想听听他回来干嘛的? 王有梁问道。 丁长生看看手机,说道,要见他也得是现在,晚上梁书记的女儿梁可一约我吃饭,我不敢不去, 没办法,哪个庙前都得烧香,少了一座庙神仙也会卡你,让你的事办得不是那么顺心。 我怎么听着你好像是很不乐意去吃这个饭似的,要知道中南省多少人排着队想要和梁可一吃顿饭的。 王有梁不怀好意地笑笑,说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凡是想和他吃饭的人,都是因为想求他办事,我不求他,所以嘛,这顿饭我就没吃的意愿。 王有梁笑笑,说道,你要是现在见盐培工,也可以,这个点了,估计也睡醒了。 昨天是夜里来的江都,早晨约我吃的早餐,早餐店里鱼龙混杂,乱哄哄的。 我们什么也没谈,吃了饭,他说去酒店睡觉,我来上班。 丁长生看看手机,拨通了盐培工的电话。 好一会,电话才接通,丁长生问道,盐老板,怎么样吗?睡醒了吗?我想找你喝杯茶。 丁先生,您怎么知道我回来了?我还想着明天去湖州找你一趟呢?那您现在在? 我在王书记的办公室里呢,找他有点事,他说你回来了,我就想见见你,怎么样?你能给点时间吗? 丁长生开玩笑道。丁先生,别开玩笑了,我在酒店里,我把地址发给您,如果你要是有地址的话,我过去也行。 不用了,你发个地址给我吧,我这就过去一下,最好是约在咖啡厅里。 我和王书记这个点去酒店,开房不像话。丁长生笑道。丁长生说完,三人都笑了起来,网友梁指着丁长生,点了点手指。 带他挂了电话,说道,我就不去了吧,你们先谈,要是到了饭点,我们约在一起吃个饭也行。 丁长生看着窗外,说道,严培公这么神秘兮兮地回来,肯定是有事。 所以,我们还是一起去好,我敢打赌,肯定是因为中北省的事,你对中北省熟悉,你不去说得清楚吗? 网友梁点点头,说道,也对,好吧,你先走,我待会再过去,一起出去不好,现在是上班时间。 丁长生说道,好吧,那我先走了,到时候见,你别耽误很长时间了。 按照严培公给的地点,丁长生到了的时候,他早已等在咖啡厅里了。 这个点咖啡厅里人不多,严培公坐在角落里,看上去有些憔悴,但是精神尚好。 丁先生,看到丁长生进来,严培公站起来走了几步,和丁长生握握手,然后坐下了,也没看后面是不是还有人来。 你这次回来几天了?外面还行吧?丁长生问道,外面一切安好,我这次回来是因为内部出事了,所以我回来周旋一下,看看能不能把事圆过去。 严培公说道,内部出事了,出什么事了?丁长生疑惑地问道,网友梁没来呢,还是晚一会过来。 严培公问道,他要晚一会过来,怎么了,这是和他有关系吗?丁长生问道,严培公点点头,说道,当年宇文家做生意做到那么大,几乎可以说是中北省首富,政治上了,除了依靠林一道林家之外, 小姐也明白,林家万一靠不住,还得靠自己。除了网友梁之外,宇文家还扶持了其他的一些人,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最近接二连三的出事,先是网友梁被人排挤,他这还算是好的。 我们在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最近出事,是因为他自己被人抓住了把柄,可能会被清除出公安队伍,可是这个人一直很小心,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见见他。 了解一下怎么回事,但是被人跟踪,连夜跑到这里来才算是消停了。 这个人对宇文家很重要吗?丁长生喝了口咖啡,问道,对于宇文灵芝,丁长生,采取的态度是你告诉我,我就知道,你不想告诉我,我也不会追着你问,但是现在这些事,丁长生都不知道。 一个是网友梁,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公安厅厅长,还有谁?丁先生,你当过公安局长,应该知道他们的重要性,这些人没暴露之前,小姐谁都没告诉过,连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 但是知道了,就得救吧,不然的话,这么多年的隐匿,都白费功夫了。 严培公说道,那现在这是怎么办,你是想找王有梁商量一下吗?想利用王有梁的关系? 丁长生问道,仿佛是知道丁长生和严培公有事要谈,所以就避开了。 一直等到丁长生和严培公谈得差不多了,王有梁这才姗姗而来。 不好意思,处理了点事,老严,没事吧? 王有梁问道,没事,就等你来了,你这工作忙,我们都知道。 严培公说道,出什么事了,看你们脸色不大对啊。 王有梁看了看丁长生,再看看严培公,问道。 丁长生没吱声,等着严培公又说了一遍,王有梁问道,你是想找我把这家伙弄出来吗? 有这个打算,不过不是弄出来,我是想让你保住他,保住他的位置,再徐徐徒之。 现在是保住工作和位置最重要。 严培公说道,王有梁摇摇头,说道,不可能了,你还没没明白到底是谁想要整他,这一点搞不懂,你就没法下手,你搞清楚这点了吗? 严培公摇摇头,说道,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事,这不回来查的吗? 我看还是算了吧,现在你被人盯上了,你在想帮他没门了,你自己都可能被人搁进去。 到那个时候,你再想回来就难了。 我看,既然对方盯上你了,你干脆离开国内一段时间吧。 至于那个人,我看,放弃吧。 丁长生说道, 可是,我来的时候,小姐不是这么说的,要我尽全力保住她,我要是就这么放弃了,回去怎么交代。 严培公说道, 这事,我来和她说,不是你不想办,是这事的确是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,你要是栽了,我们再捞你,更难。 丁长生说道, 网友良点点头,说道,没错,你还是听长生的吧。 严培公点点头,此时却看向了窗外,这里是咖啡厅,落地玻璃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,外面也能看到这里面是什么情况。 还别说,真的跟来了,看来我开房时的记录曝光了。 严培公说道, 什么意思? 丁长生顺着他的目光看了出去,发现有一辆商务车停在了酒店的门口,但是车牌号挂的却是中北省的车牌号。 你确定吗?丁长生问道。 确定。 严培公点点头,说道, 这种透明的落地玻璃窗,里外都能相互看得见,所以,这个时候,要是不采取点措施,很快他们就会被发现。 丁长生看向网友良, 说道,你先走,从后面走,别和这些人碰面,我在这里陪着他。 网友良也没啰嗦,站起来就离开了,朝着咖啡馆的后门走去。 此时严培公在想走,已经来不及了。 丁长生拉起来严培公,让他和自己换了个位置,从外面看这个角落里,正好是看到严培公的背影, 而看到的却是丁长生的全部,丁长生不怕他们看自己,坐在那里还要了一份甜点,和严培公两人低声谈笑着,还吃着东西,这样的场景,让在门口看了看这里情况的那几个人迅速散去,去了楼上。 他们上去了,肯定是去你的房间了,你房间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? 丁长生问道,严培公点点头,说道,其他的没有了,护照我都是随身携带的,但是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不少东西, 看来你是被人盯上了,要是这个时候不走的话,我怕你会被边控,他们追到这里来, 就是有把握把你带走,可能还没发边控通知,所以,你还是比较幸运的,现在就走吧。 走后门,出了酒店的院子,在街道边等着,我这就去开车,离开这里。 丁长生说道,两人分别离开了咖啡厅,丁长生一出门就打通了万和平的电话。 万局长,我是丁长生,你现在在局里吗?丁长生问道, 没有,我现在在外面,你说,什么事? 万和平问道,嗯,是有点事,我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,你能不能来机场一趟,我想和你见个面,谈谈。 丁长生说道,机场,和我见面谈谈,你小子不是又要跑路吧? 万和平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,哎,被你猜中了,差不多的意思,你过来吧。 我在机场等你,到时候咱们再谈。 丁长生说道,好,你等我,我二十分钟后到,我就在这里不多远的地方。 万和平说道,此时,丁长生也看到了路边树下站着的盐培公,车停下,盐培公上了车,奥迪车随即融进了车流里,向机场驶去。 如果那个笔记本被带走,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? 丁长生问道,有几笔国内的账目可能会被掀出来,我怕他们顺着这些账目把宇文家在国内的老底给掀了。 丁培公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那就是很重要了。 嗯,很重要,副作用太大,我不好说。 丁培公眉头紧锁,说道,哎,你看看,你这次回来,本来是准备捞人的,但是现在看来,你捞人是没希望了。 还可能,把自己给搭进去,我这多亏是去找了王有良,他说了你,要不然,你就被人堵在酒店里,然后被带到中北省,你想想,这是什么后果? 我告诉你,你最好是记住一件事,就是以后凡是中北省的事,你都不要去掺和了。 回国也是,在江都待着,不要去中北省了,现在那里什么都不适合干。 丁长生说道,万和平比丁长生先到的,看到丁长生带着一个人急匆匆过来,就知道丁长生是在开玩笑,现在丁长生在中南省可谓是春风得意,怎么会这个时候跑路呢? 万局长,麻烦你了,还要你跑一趟。丁长生说道,